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铁字 缅铁的铁 铁字的国语注音是 科研铁三生铁 铁三生铁 铁是挺出吐起的意思 如你看那个胖子正铁着大肚子 慢慢地走过来了 铁又当丰厚奖 但是一般都用在表示谦虚的情况上 如送给别人礼物时 就叫不铁之仪 就是自迁礼物不够丰厚的意思 铁也可以当作羞愧奖 如西乡记经验一折中有 为与人前先腼腆 是说在别人面前还没开口讲话呢 自己就难为情起来了 另外在俗语当中常常用的有舔着脸这句话 如某人借钱没有还 竟然又来借钱 就可以说 你还好意思舔着脸又来借钱 这句中舔着脸三个字 也就是不害羞或厚脸皮的意思 舔也可以当作主讲 如小脸就是小主 清朝徐鼎曾以南明的福王贵王唐王这三王的事迹 写了一本书 名叫小脸纪年 但是其宗旨则是在表彰明末诸忠臣子节的意思 跟脸字同音又很相似的 还有这一个脸字 脸是逐渐添尽的意思 好像某人搭了一个会 按时付会款 就叫做脸会 但是这个脸字呢 又可以念称 国语注音是 吃恩称 义生称 称是拉扯的意思 如我们所吃的拉面 就是称肠的面条 如衣服没有穿好 穿整齐 我们就说把衣服称平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无论是腼腆的舔 或是称平的称 都不可以念点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一字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片子 明镜片的片 片子的国语注音是 波变片 四声片 片 四声片 片是把整块木头劈开来 右边的半块叫做片 后来 凡是指薄而平的块状物 都叫做片 如卡片 明信片等等 片也做量词来用 是指范围 面积 或者是平面的东西 如一片青草地 几片浮云等等 片又指小的 薄的 或少的耳眼 如片 遍指之字 落花 片片 片 又用于专门名词 如 是地质学的名词 遍马 则是地名 在云南省腾冲县的西北方 为国防军事要地 遍甲名 是日文所采取的汉字片旁 假借其读音而成的凯体字母 与片子字形相反的是这个墙字 墙字的国语注音是西阳墙 二声墙 墙是把整块木头劈开来 左边的这半块叫做墙 通常只当作字的部首或偏旁来使用 如床 墙 壮 等等 墙这个字又可以念半 国语注音是波暗半 四声半 念半的时候 本来是指 从中间劈开来 以供燃烧用的短竹片或木片 一般多当作量词来用 如半半瓦 最后要说明的是 片和墙 这两个字很像一块木头 从中间劈开来 右边呢 就是一片 而左边是一墙 根据标准的书写法 片子中间两横 都不能够向右边超出 但是墙字中间的第二横 可以向左边超出 所以都应该写成四笔 而不是五笔 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又到了某一字的时间了 今天给您介绍一个 涛字 涛扰的涛 涛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涛一声涛 磕凹涛一声涛 涛是受到人家的好处 如涛扰 是感谢别人的款待 涛教是向别人请教 而涛光是领受别人的好处 多为表达感谢时的用语 涛又是舔烂惭愧的意思 如涛承 涛蒙 就是舔承 舔蒙 都是自谦的词句 涛在知己 也是应酬时的自谦之词 就是说 也算是自己人 而涛培末座 是指赴燕时的自谦之词 表示自己有幸 能坐在最低的位置上 如礼白春日记梦浩然是 溃飞流水运 涛入薄牙寝 剧中的涛字 就是自谦之词 涛这个字又念刀 国语注音是 得凹刀一声刀 刀刀是说起话来 没完没了的意思 如元曲东坡梦当中有 心地自然明 何必刀刀说 而唠刀 叙叙叙叙 都是话多的意思 跟涛字很类似的 是左边这个雕字 雕字的国语注音是 得妖雕 一声雕 雕是在嘴边弦着 如老鹰叼着一只小鸡 正在空中盘旋 和涛字字形相似的 还有左边这个利字 国语注音 勒一利四声利 利部是新加坡的别称 以前叫做习利或实利部 是东南亚的自由港之一 工商业发达 社会繁荣 由于华人所占的人口比例很高 所以华语也就成为 新加坡主要的语言了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 涛利这三个字 虽然字形非常的相近 其实分别它们之间的不同处 就是在最后的一笔上面 如涛字的最后一笔 一撇不出头 右边旁是一个刀字 雕字的最后一笔是一挑 右边是一个雕字 而利字呢 最后一笔是出头的一撇 右边旁是一个利字 只要在书写的时候 特别的注意 就不会弄错了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在此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请收看每日一字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中字 中字的国语注音是中 一生中 之翁中 一生中 中是蝗虫类的总称 由于蝗虫类的种类繁多 所以现在的动物学家 就把它们区分成中丝科与飞黄科两类 中丝是属于昆虫类的直翅类 身体呈绿色或褐色 触角呈边状 比它的身体还要长一点 雄性的中丝体长一寸 右前翅有透明的发生镜 发生镜是由于震动前翅 因摩擦而发出声响 雌性的中丝比雄性中丝大 体长约一寸半 晚秋产卵在泥土中 每次产一百个 到第二年孵化 中丝虽然对农作物有害 但并不会像蝗虫那样造成严重的灾害 中劫是说分乱像中丝一样集结在一起 如陆志收河东后请罢兵状有 遂乃中劫以聚讨 郎故以备恩 又如诗经周南中丝篇 以中丝作比喻 诗说只要后妃不妒忌 就可以子孙众多 后世就以中丝演庆 来祝贺别人生孩子 或是祝福别人多子多孙 中字除了指蝗虫类或中丝外 其他的用法不多 只有中花世属和本科的植物 碎状花絮的小碎花絮的名称 如稻小麦都有中花 最后要提醒的是 因为中字的上面是个东字 有人不注意会把它念成东 这是不妥的 另外由于中字不多见 下半部是两个虫 有人把它念成虫字 也是不对的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乘字 十乘的乘 乘字的国语不音是乘 三声乘 诗 乘是骑着马 一直向前奔驰 又叫做驰乘 另外 舒展奔放 也可以叫乘 如纵望观览 叫做乘目 沈约 沈约交居府 临逊为而惩目 及堆种而流勉 意思是说 面临东南方而纵目观览 爬上小土布上去 好好的尽情流来一番 开唱胸怀叫做惩怀 如王羲之蓝亭叙 所以游目惩怀 足以及视听之余 尽可乐也 另外 施展才能 叫做惩治 或惩能 而文词奔放 则叫做惩词 和惩字相似的是这个 聘字 聘字的国语注音是 聘 四声聘 也可以念成 聘 颇应聘 四声聘 聘 是邀请有才干的人 担任职务 并以毕博制义 如礼记 阅令中的 聘 您是 就是指此而言 另外 派遣使者 通问修好 也叫做聘 礼记取底中说 诸侯 诸侯 大夫 位于诸侯 曰聘 这聘 问之理 虽是古理 但是派遣官员 互相访问 已表示邦交敦目 依然是现代外交上 重要的活动之一 不过 不过 凡聘 问之理 古时都用这样写的聘字 但是 这个聘字 又念拼 颇应拼 异生拼 拼庭 是指女子的容貌 体态都很美而言 所以拼庭 不可以念成拼庭 而持诚 也不可以念成持聘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这三个字的右上方 是个由字 而不是个身字 书写的时候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每日一字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天字 羊天的天 天字的国语注音是 一音天一声天 天一声天 按照说文的解释 天是燕的意思 但是也指 在竹片上 书写文字符号而言 如在寺庙当中 求神占卜 以问吉凶 所用的竹片 就叫做天 在这些天上 便有号码 放在天筒当中 一面祈祷 一面摇动天筒 直到天 跳落为止 然后按照天上的号码 去找说明的文字 以了解神灵的指示 又因为这些文字 都是用诗句编成的 所以又叫做诗天 而这种从拜神 到拿诗天的过程 就叫做求天 另外 不容易解决的事情 不容易解决的事情或问题 也可以用签来决定 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描述宝玉过生日 就是用抽签来行酒令 以排定饮酒的次序 而一般人的抓究 或者是年究 却都是随便写几张纸条 照样可以抽签 签又有做标记的意思 如夹在书里的纸片 叫做书签 签还指很尖细的东西 如饭后所使用的羊 另外还有这样写的签字 国语注音也是七烟签 一生签 这个签是指 以文字技术的标志而言 古代是和这个签字通用的 签又指尖细的东西 或者是辽蜀 对上级主管 有所陈述所用的文字 原本与这个签字是通用的 而后来就有区别了 如南史的《吕文显传》当中有 辅州部内论事皆签 前直序所论之事 后云仅签 但是现在的公文当中 都已经改用这样写成的签字了 签用的相当的多 如签字 签名 签正 签丫等等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签这个字 因为多用竹片所制成 所以收录在竹部 另外签字的中间 是一个古写的从字 而不是两个十字 也不可以省略不写 在书写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 给您介绍一个仙字 纤维的仙 仙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仙一声仙 吸淹仙一声仙 仙是细微的意思 泛称一些小的事物 如仙细 仙界 仙巧 以及仙臣等等 仙仙 可用来形容 尖细的样子 卢语注音 长安古一诗 片片竹云 浊缠顺 仙仙出月 上牙黄 仙仙也可以用来形容 女子的手 很柔 很美 如汉朝古诗十九首之二当中有 鹅鹅红粉装 仙仙出素手 纤维是指组成生物体的细长丝形物质 但是人造的纺织原料也叫纤维 如尼龙纤维 仙毛则是下等动物的运动器官 仙毛虫是一种原生动物 体上生有细毛 可以自由伸缩 如草吕虫就是 与仙字相似的 有尖跟颤这两个字 尖字的国语注音是 鸡咽尖一生尖 尖仪就是杀尽一瓶 殲灭战 是用强大的兵力 迫使敌人屈服的战术 这个颤字的国语注音是 痴暗颤 四生颤 颤是自私改过 而且自成悔意的心理 又叫做忏悔 至于和尚或道士 替人们拜神诵经 以求赎罪 则叫做拜颤 这种拜颤的仪式 就叫做颤礼 要注意的是 仙、奸、颤 这三个字 字音不同 当念到先为 先尘不染 奸灭 颤悔 这些词句的时候 不要受到了千字的影响 而念成了千为 千尘不染 千灭或千悔 另外还有称语一词 是指未来福祸的预言 而称字的国语注音呢 是痴暗称 四生称 所以称语 也不要念成了 或称语 请您要多注意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 在此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盖子 喜盖的盖 盖子的国语注音是 歌爱盖 四生盖 盖 四生盖 盖 是请求 祈求的意思 如国父所传 黄花钢烈士 事略序中说 邹君海滨 以所及黄花钢烈士 事略 盖序与语 就是说 邹海滨先生 请求国父 做序 又如 宋史岳飞传中有 贼乎盖命 非令勿杀 受其详 剧中的盖命 就是起命 也就是请求饶命的意思 另外讨饭的人 也叫盖 也就是乞丐 有宗元 记许经赵孟荣书 造力拥盖 皆得上父母之秋木 意思是说 建议劳工和乞丐 都得去请拜父母的坟墓 盖洁 则是掠夺的意思 唐书断秀十传 白昼群行 盖洁于世 有不切 则急伤世人 意思是说 白天截对横行 掠夺世阶 如果仍不满足 就动不动 就去打伤世人 跟盖子很容易弄混的 是这一个勉字 勉字的国语注音是 摸颜勉 三声勉 勉是不见的意思 凡是行貌隔绝 都可以用这个勉字 另外 勉又是指必见的短强 显然应用的机会不多 但它却是勉字和面字的右偏旁 很多人不注意 就把它写成盖字边了 像下勉尊 就有人写成或念成下盖尊了 盖和勉这两个字 都收录在一部的三笔中 盖勉两字形貌很相似 但是读音却迥然不同 在应用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它们的差别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